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4日 星期二 來到超級星期二 但是 應該優惠就不是我給了 優惠應該是Tony給了 應該節數可能會比平日多一節 盡量跟大家說多一些不同話題 希望大家緊貼時事 關心時事 這一節就是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這個 一個 中國大陸的國情 中國大陸就是一種特殊的國情 叫做 給中紀委點名 這個對於外國人來說 就是聽到一頭霧水 所以 其實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政治 是不容易 要了解他的政治 就要從很多歷史 從很多 中共的歷史和鬥爭 還有蘇聯 就開始看起 如果不是對於大部分的 西方國家來說 甚麼叫中紀委呢 為甚麼中紀委點名就出事呢 明明只是一個 黨的紀律委員會 為甚麼中紀委動你的時候 你就大了呢 所以就要再跟大家說一下 中紀委的全名叫做中國共產黨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顧名思義就是中國共產黨最高的紀律檢查機關 換句話說 所有黨員 到最終 就是受到中紀委的約束 這件事就是在中國大陸 就算不是做官 大量的藝人 大量的 生意人 全部都是黨員 一旦被中紀委 看上 點名的話 中紀委就有能力 對於 你做的犯法行為 作出處分 也會向你作出調查 大家可以想像到 那種調查當然就不是 廉政公署邀請你回去喝咖啡 讓你叫律師來 中國大陸沒有這些東西的 如果是執法機關說要調查你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生不如死 事源這個曾經被中紀委調查的 范冰冰 竟然又再被中紀委再次點名 詳細講這個 國情的內容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在節目上按like 我們有網友向我們報告 按完like之後 系統不知為何會自動 unlike 所以 麻煩大家去查清楚 按了之後是不是真的 出去再回去 還有一個like 也希望大家繼續留言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的五毛 可能最近沒空了 大家不妨可以當作討論區留言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用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我們現在就是 雙頻道廣播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兩個台是一樣的 一個是主戶口 一個是後備戶口 希望大家盡量 點擊廣告 盡量播放清單 一有空就去點擊 希望大家幫多幫手 繼續跟大家說這個 中紀委點名 繁冰冰 事源就是大陸的演藝圈 不斷陷入 這個 逃稅的風波 其中一個大陸的女藝人 叫做鄭爽 最近 陷入這個逃稅的風波裏面 早前大陸的中紀委 發文 痛批鄭爽 說他逃稅 竟然再次點 范冰冰的名字 大家都記得范冰冰上一次 爆了陰陽合同的事件 表面上簽一份合約 要交利得稅 桌底又簽另一份合約 桌面那份就是交給稅局 可能銀碼低很多 變成可以逃稅 原來桌底還有另一份合約隱藏著你的收入 這件事在中國大陸是非常常見的一件事 范冰冰 被中紀委點名之後 竟然忍不住在微博貼文 回覆 到底范冰冰在說甚麼呢 又最近這個調查是怎樣的呢 現在就跟大家再詳細說 事源跟大陸的女藝人鄭爽有關 鄭爽發生了 一波三節 同一時間 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 原來在1月 大家應該也沒有興趣 本來娛樂新聞大家未必有興趣 更何況是國內新聞 不過不要緊 大陸的藝人 被人查也是一件好事 原來鄭爽在1月的時候 被他的前男友 踢爆 說他 叫做代孕棄養 代孕棄養 我想這個Terms也不是 正常的中文 代孕原來在中國大陸 就是一項犯法的行為 換句話說 就是有任何的 輔助生殖 中國的法律就是 明文禁止 所以早前 被爆出來的代孕醜聞 就已經 令到鄭爽 陷入被調查 到了4月份 又被爆出來的 原來他涉嫌逃衰 又再次牽涉到 1.6億的 片酬 以及陰陽合同問題 一說到陰陽合同 立即令人想起繁冰冰的案件 官方就說 已經加入 調查 甚至乎連央視也出來說話 出來說 誰逃衰 誰就得糧糧 糧就是一陣糧風的糧 換句話說 用廣東話就應該說你也涼過水了 結果中紀委在4月30日的時候發文 嚴厲批評鄭爽 逃衰 再次點名范冰冰 就說范冰冰在2018年的時候就有這個陰陽合同事件 就說 這個明星逃衰 這些事就是不斷發生 必須要嚴情 結果竟然 范冰冰在4月30日的微博發文 就說 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公平的 當你認為 不公平時 你要覺得這些是正常的 當你認為公平時 你要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一個朋友 常常在我耳邊說的話 這個范冰冰似乎就是在回應 這個中紀委點名批評范冰冰 搞這個陰陽合同 大家都知道 范冰冰 所以可以撈到飛黃騰達 其中一個 盛傳的原因就是他跟黃八爺 跟黃岐山 有路 但是黃岐山 大家都知道 最近 近年就已經開始 徹底失勢了 就是由 多方面的訊息和線索可以看到 包括黃岐山 手下大量落馬 中紀委調查 中紀委甚至乎是調查 這個 盛傳跟黃岐山有路的范冰冰 大家可以想像到 所謂中紀委調查 逃稅 只是由頭到尾都是一個明目 中共基本上就是有 無限長的權力鬥爭 基本上每天中共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搞權鬥 要鬥倒對方 鬥倒對方的勢力 跟對方相關的人都必須要鬥倒 所以范冰冰才說這番話 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公平了 他覺得自己很不公平 為什麼 個個都簽陰陽合同 個個都逃稅 為什麼只是查我呢 當然 原因就是因為你背後的靠山 其實就是 王岐山 所以其實對於國內的人來說 其實他們覺得 不公平 才是這個世界的現實 公平的時候就是 很特殊的情況 所以他們才說 當你覺得公平的時候 其實你現在已經非常幸福 由此可見 中國大陸的社會 就是一個 非常扭曲的社會 竟然覺得 不公平就是正確 是常態 而事實上這個世界確實就是如此 因為要追求 平等 其實 就是整個社會 所有人 就是付出 很高昂的代價 爭取回來 一點也不容易的事 西方社會 可以走到向今天 經常追求公平 其實就是經歷了 非常之長的時間 當中其實就是付出了非常之多的代價 好 那麼我們今節講范冰冰就講到這裡了 這個就是國情的其中一個面目 好 我們今節講到這裡 拜拜